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室外水管漏水的處理 那這個是什麼情形呢 就是4月初的時候 風很大 那旁邊有 放一些雜物 被風吹 了一下 那這個雜物 就倒到那個管子上面 就直接斷掉 我就奇怪了怎麼洗手的時候就沒水 那個管路找了蠻久的 後來才找到 原來是這個地方的 水管 被雜物 碰撞到 斷裂 就沒水 那這個部分我處理了兩次 還是會漏一點點的水 水管漏水這個問題 其實 不太好處理 有時候怎麼修理 都一直會漏 這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那我現在 就是要做一個 篩子 將這個 漏水的部分 用篩子把它堵起來 大概的量一下距離 用起筆畫一下 接下來就是用句子 鋸鋸 鋸好了之後大概是三公分左右 孔內填入熱熔膠 那這個作業其實是要好幾分鐘 只能慢慢用 用熱熔膠 將孔填滿 好了之後就是這樣子 那用鋸子 修一修 因為等一下要將熱熔膠 退出來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篩子 接下來就是將熱熔膠 退出來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結果失敗了 退不出來 沒想到熱熔膠卡得是非常的緊 然後我用 斜口錢 撿了滿久的 還是退不出來 所以說做這個篩子 是失敗了 那我後來想了很久 應該是 那個水管的汙垢 沒有清理乾淨 沙子撿一小塊 然後捆在奇異筆上面 將水管的汙垢 將水管的汙垢 刷一刷 磨一磨 這樣磨完之後 算是相當乾淨了 這是廚房用的紙巾 吸水 吸油很強 將水管擦乾淨 用了蠻多張的紙巾擦拭 由於那個是在一個水溝裡面的 水管 位置非常的窄 不太好處理 這樣子就算蠻乾淨的 那為什麼就是說 處理完之後 水管還會漏水 應該就是 汙垢 因為這是舊的管路 特別難處理 因為你汙垢沒有處理 掉的話 會造成接合劑 沒有辦法完全的 將細縫 那個密合 所以說 旁邊的汙垢 一定要清掉 那第二個原因是 要保持乾燥 旁邊 的部分 是不能有水的 要不然後面會 造成漏水 然後我繼續使用 熱熔膠 來修補 這個洞 將這個孔 完全密封 因為 剛才的 要做那個篩子的時候 又是卡的很緊 我在想應該是我之前 因為那個孔內的汙垢沒有 處理乾淨 還有 就是有殘留一些水分 造成 處理後還會漏水 那這次 我將孔內處理的 相當乾淨 所以說應該是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這次還是使用 熱熔膠 將這個孔完全 封死 那在這個地方 要做分段的 填補 要不然會是什麼情形呢 會變這樣子 如果沒有做分段 你想要一次把它填完 就會變這樣子 那變成說旁邊的接觸面積很少 這樣子修完 一定會漏 因為那個水壓非常的大 這個乾的算蠻快的 大概隔10分鐘左右 那就變乳白色 那才可以做 第二次的填補 那第二次就是要慢慢弄 大概隔10分鐘左右 它就會冷卻掉 會變成乳白色 那這樣子我前前後後 分了大概5次左右 那每次間隔大概是10分鐘左右 就是填一段 之後 隔10分鐘 冷卻 因為 以後那個熱熔膠會變乳白色 你才可以做 下一次的填補 這樣子分段填補的話 才不會造成 接觸面積 太少 造成 熱熔膠填補完之後 還會漏水 因為那個水壓算是蠻大的 所以說要 在上面再加 一個鐵絲 避免水壓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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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用熱熔槍 將 將鐵絲 與先前的 那個 熱熔膠 再做一次的 結合 這樣子的話 效果會更好 避免那個水壓過大 沖上來 那好了之後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也是用了蠻久的 要慢慢用 YouTube下方 的註解 有個 訂閱按鈕 大家可以點擊 該訂閱按鈕 訂閱一下 本頻道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教學